北京时间11月11日,2017-2018赛季CBA联赛第七轮,吉林主场迎战五连败的青岛队,吉林137-119青岛。 主队中,维福46分,兰德里35分,12篮板,崔敬明10分,张彪12分,柴长亦13分,青岛队高尚14分,琼斯19分,九篮板,吉布森32分,宗战17分,张成宇16分。 首节,抢到球权的青岛强打内线,率先得分,崔敬明抛投为吉林得分,无人防守的高师爷命中3分,张彪再次通过快攻拿下2分,帮助主队反超,宗战胡顶堵过防守上篮得分,吉林连续两次盾球快攻得手,赵洁拿下2分后,青岛再度领先,但柴长一锥身命中3分, 本节吉林33至31青岛 第二节,双方开局火力全开,琼斯中投得手后,兰德里强打篮下拿下2分,柴长亦3分不中,兰德里强到篮板勾手得分,随后他又贡献一次爆扣,赵洁吉亭跳投砍下2分,双方打得较为较着,吉布森射入超远距离3分,崔敬明投入压哨3分后, 本节吉林65至63青岛 第三节开场,琼斯连续三次投篮不中,维福依靠罚球得到2分,琼斯勾手还是不中,高尚抢到篮板投篮得分,吉布森突破到底线,一个急停跳投得分,但兰德里立刻在琼斯头上打中2,1,宗战抢断后一条笼上兰德分,维福再入底角3分, 维福连入3分,青岛则遭遇得分荒,本节吉林106至91青岛 最后一节,吉布森抢投3分命中,难合摇天意也中3分,维福妙传无人防守张彪,后者轻松上篮,维福上篮游入无人之境,由于没有接应点,张成与自己运球到前场投篮命中,虽然最后青岛奋起直追,但无奈落后太多,青岛吞下6连败苦果。 14日,吉林前往客场迎战天津,青岛将继续东北之旅挑战辽宁队,吉林对手发,蔡立龙,张彪,高诗言,兰德里,崔敬明。 青岛对手发,苏伟,高尚,琼斯,孙杰,张涵军,李鹏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鹏。